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來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呢 那就多買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學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元醫生你好 Hello Della你好大家好 我們今天探討一個題目就是英文叫做Alzheimer 中文叫做阿爾茲凱蜜事病 原來最新的研究就是這種病患 在長期病患者裏面是一個第三號的殺手 都是很嚴重的了 最近的資料顯示 原來Alzheimer 阿爾茲凱蜜事病 竟然是排第三號的殺手 第一是什麼呢? 第一是心血管 就是中風、心臟病加起來 就排第一了 第二呢? 第二是什麼呢? 第二呢? 就是那個 癌症 第三呢? 竟然是阿爾茲凱蜜事病 原來以前Alzheimer是排第六的 現在最近是提升為第三 當然一般人呢 可能有些人還未認識 什麼叫做阿爾茲凱蜜事病呢? 其實大家都聽過老人癡呆 老人腦退化的 阿爾茲凱蜜事病呢 是可以這樣說 是比較嚴重一點的 嚴重一點的 嚴重一點的腦退化 那腦部呢 是真的有些病理的改變了 過去我們一般人呢 醫學上呢 有一種誤解呢 就以為呢 這一種病呢 是一種遺傳病來的 也都是沒有辦法預防的 那其實這個是一個大錯特錯 那這個是最近呢 有一位在 加州大學那個抗衰老中心 有一位主任醫生呢 就提出來的 那他說呢 這個是以前我們的想法呢 其實這個是很錯的 那我現在的研究知道了呢 原來呢 阿爾茲凱蜜事病呢 是好似心臟病啊 和癌症 那其實呢 是慢慢隨著時間 數十年慢慢來到 就是發展的 推化的 那也都可以受我們的 生活方法啦 影響 譬如啊 我們那個膽固醇的情況啦 血壓啦 那個體重的肥胖啦 情緒有沒有抑鬱的問題啦 教育啊 營養啊 睡覺啊 還有我們那個精神 身體 還有社交的活動 其實這些完全呢 是可以影響我們 這種病的出現 或者是預防的 那 那 原來最近呢 有無數的研究發現呢 其實很多事情呢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能夠做到的事情呢 是可以呢 是大大減低我們出現 這種老人 嚴重老人癡愛症的風險 是啊 原來真的跟以前那些的研究 都有這麼大的分野 那袁先生 你麻煩你快點告訴我們 是有什麼的辦法呢 可以做一個預防的工具呢 好啦 那預防的方面呢 起碼有幾樣東西啦 那第一就是那個咖啡 喝咖啡 那很多人都喜歡喝咖啡 現在香港呢 都開始喝咖啡的文化 已經開始越來越多的 嗯 很多不同的咖啡店啊 這樣 那原來呢 我們都知道呢 有些人喝咖啡是用什麼來的 我們 提神 還有活腦 有些人呢 是就是 沒有咖啡在手上 他的腦是運用不了的 嗯 那所以呢 咖啡呢 那果然呢 是可以令到我們的活化 我們的腦 那原來呢 喝咖啡的人呢 喝很多咖啡的人呢 是竟然呢 真的可以減低那個 這個老人癡呆症的出現 那一個很大型的 歐洲的研究呢 發現呢 如果每天喝三至五杯的咖啡 就是在中延的時候開始喝呢 可以令到你 可以令到你 減低你 將來下延期大的 老人癡呆症呢 風險減低六十五個巴仙 那麽多的 那當然呢 他喝是喝得比較多 那通常他們在說喝呢 就是喝咖啡 是 那些很小杯 那些 很濃縮的那些咖啡 那三到五杯 都是比較 一般來是屬於比較高的 的飲用量的 那另外一位在南法羅里達州大學的 一位研究人員呢 他說這個是因為那個咖啡因的關係 那這樣 那 因為咖啡因呢 在那個動物的 腦袋的研究呢 是果然呢 是可以發現呢 是減低 有一種叫做Amyloid Amyloid是一種 腦的一種 一種物質呢 是出現在一些 老人癡呆 嚴重的時候 是出現的 那發現呢 在動物的研究呢 是咖啡因是可以減低 是這種的物質的出現的 那所以呢 是可以飲 可以幫助你飲 是 那但是也有人說呢 不是咖啡因那麼簡單 因為咖啡裡面有很多抗氧化的 是 那你知道抗氧化呢 就是 養化的身體 我們游離肌那個破壞呢 是我們身體的 腦袋破壞的原因 還有我們是衰老的原因來的 那所以很多抗氧化的工具呢 是可以很多方面可以幫助我們身體的 那喝咖啡呢 是其中一個 OK 另一件事呢 就是牙齒 牙周的問題了 他發現呢 我們身體的牙齒 和我們牙周的問題呢 是可以呢 預測你什麼時候有老人癡呆的 是會多了四倍那麼高的 嘩 這麼厲害啊 四倍那麼高的 那所以呢 一般人呢 我們年紀大的人呢 如果牙齒啊 牙周那些 那個病多的人呢 他通常呢 在記憶方面 在認知的測試裡面呢 都是比較差一點的 嗯 那也都有發現呢 那原因是什麼原因呢 是因為一個炎症 就是口腔的炎症呢 是會呢 是蔓延到我們的腦袋的 嗯 所以是一種 口腔的發炎 發炎 那所以保持牙齒 和牙周的問題呢 是很重要的 那其中一件事 就是多些 就是除了殺牙啦 還要拿牙線呢 來清理牙齒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 很重要的原因來的 那我跟大家 曾經有提及過呢 曾經有位牙醫呢 他自己聲稱呢 是所有病都是牙醫搞出來的 嗯 那因為呢 我們現在處理牙的方法呢 都是比較上呢 就是會令到我們的牙齒呢 是中了一些菌呢 是導致呢 年紀大的時候呢 就會牙周病出現了 導致呢 牙齒脫落了 那所以牙周的健康 牙齒的健康 是很重要的 那這個就符合我們 很久以前呢 提及呢 德國的那些牙醫啊 研究那裡 很多研究的 是 牙齒、牙周是很重要的 那在我們處理癌症裡面呢 也有一種說法 如果你牙周的問題 沒有解決到呢 你那個癌症 那個康復的能力都很弱的 嗯 那個癌症的問題 那癌症就是代表有毒素 去侵犯我們啦 這樣 那另外一個工具呢 第三呢 是說呢 就Google多些 就是上網去搜尋資料 來刺激我們 來刺激你的腦袋呢 來刺激你的腦袋呢 是運動多些 原來呢 腦部 就是上網搜尋資料呢 刺激我們 我們腦袋的一個腦化呢 效果呢 是好過看書的 好過讀書的 嗯 就是讀書都用到啦 那原來這個研究就發現了 那他很有趣喔 他用了一個MRI 因為腦部的磁力共振 去證實他的 那麼他說呢 有些初初下 就是初初開始用上網的那些人 那些人呢 年紀比如55到78才開始用 是 他能夠呢 是活化我們腦的那些 關鍵的記憶 還有我們的那個學習 那個腦部學習的中心的 嗯 那麼他說不用很久的 就一個星期裏面 每日每一個 每日做一個小時上網 去找東西呢 就已經有這樣的效果了 嗯 那就是很明顯 就是活化了 活化了 是很重要的 嗯 那還有一件事呢 我們就想辦法呢 就是 製造多些 新的腦的細胞 這樣 那麼我們一般的想法 人大了都還會嗎 是的 一般的想法呢 就是我們的腦 細胞是死了 是不會再生的 一般的 一般的 醫學的 的常識都是這樣想的 但是現在發現呢 我們不是的 我們的身體的細胞 腦細胞裡面呢 每日呢 是數以千的 新的細胞呢 是不斷地生長出來的 嗯 那麼 那麼問題呢 就是你怎樣能夠保持這些 新出生的腦細胞呢 是繼續活躍下去的 嗯 那麼 那有些什麼方法呢 那麼大洋運動啦 大洋運動 簡單來說呢 是三十分鐘的疾步的步行 每日這樣 那麼當然 還有就是用腦 用腦去思考啊 或者用腦去解決問題啊 那麼 還有就是吃多些三文魚 那麼大家經常都 現在都很多廣告都有講 三文魚 幫助小朋友的腦袋 就是其實是想吸收那個 Omega-3 Omega-3 Omega-3-6-9 還有那個脂肪酸 嗯 因為腦子是靠這些的做燃料的 那麼還有呢 就是要避免吃肥啦 還有避免長期的壓力啦 那麼壓力其實個人都有的 沒有人沒有壓力的 不可能生活在沒有壓力的環境的 但是還不要長期 是 那些壓力不要說沒有辦法解決那些壓力 長期呢 就會很傷腦袋的 那麼還有呢 是睡眠不足 就是不夠睡啦 睡不到覺啊 很緊要的 還有大量的 太多飲酒 還有維他命B不足 那麼這些呢 都是會 令到我們的腦的細胞呢 是沒有辦法生長得多些 那麼所以這些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做法啦 好了 那麼第五呢 就是什麼呢 是喝多些蘋果汁喔 蘋果汁喔 蘋果汁喔 是的 那麼原來蘋果汁呢 可以幫助我們身體呢 是製造一種 就是記憶的化學物質啦 我們叫做 acetylcholine呢 是輪脂腺膽鹼 嗯 輪脂腺膽鹼 這個acetylcholine呢 就是卵輪脂裡面很多的 哦 是 那麼原來呢 蘋果汁裡面都很多的 那麼這個呢 也都是 其實有一種藥 有一種西藥呢 是醫治療癌症癌症癌症癌呢 其實都是這種物質來的 那麼整個我們蘋果汁裡面 卵輪脂裡面 雞蛋黃裡面 已經有很多這些的成分的了 嗯 那麼他做研究是做什麼呢 這個在那個麻山大學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有一位博士研究呢 就發現到呢 他用那些 用那些 鹽老的那些 老鼠做實驗的 那麼發現呢 給一些果汁給他喝 蘋果汁給他喝呢 他發現呢 他的學習能力啦 還有那個記憶測試裡面呢 都是 比較一些 只是喝水的那些 嗯 那些老鼠更好的 那麼 如果大人來講 一人 你喝多少呢 嗯 十六盎司左右啦 就是一天兩三杯 蘋果汁 或者兩杯蘋果汁 或者一天吃兩三隻蘋果 所以整個 就是一天一蘋果 醫生越來我 那麼這個又有另一個證據呢 是證實的 是很對的 是 那麼還有一樣呢 就要保護那個頭腦啦 嗯 不要讓頭腦整天 受到震盪的創傷啦 那麼最近有出電影呢 是講那個 美國足球那些足球員 是 其實呢 他的職業病來的 不斷地撞腦呢 是會很傷的 那麼其中這齣戲呢 就講一位 移民的醫生呢 在美國呢 是為這些 就是想提出這個問題 那當然也被人打壓啦 嗯 因為這個 美國的足球呢 是美國人很瘋狂的 是是是是 是很賺錢的 是是是 很多人呢 是響往成為一個 美國足球的足球員的 那發現呢 那發現呢 其實他們的 在運動裡面的 經常撞的腦呢 就算是 即不是撞得很厲害也好 賺得多呢 都是呢 會增加你 將來那個腦袋 那個 那個風險 的問題的 那 那麼呢 就 原來呢 職業足球員呢 他們那個 患這種病的呢 差不多呢 是有十九倍 一般的人士的 那麼 還有呢 如果老人家曾經 就是撞傷過腦那些呢 他們那個 出現那個 那個 Alzheimer這個 這個病呢 是四倍的 即是未曾出現過 這些問題 那所以小心點 老人家呢 就不要跌傷 不要撞傷的 不要那麼肌肉 減低撞傷的頭 那當然呢 就要 平時戴 那個 Sip Belt 那個 藍腰 藍那個腰帶 安全帶 還有呢 戴著那個 戴著那個 頭盔 什麼遊戲都好 小朋友都是這樣 那還有小心呢 就家裡邊呢 就要 小心點 設施方面呢 就不要那麼 就是 減低 一般老人家 跌傷的風險了 嗯 OK 好 那麼就 我們聽了很多的資料 這一節呢 時間內差不多 一會兒 我們再回來 繼續我們今天的 自然療法議理 今天我們的題目呢 就是關於 這個Alzheimer 阿爾茲海脈事症的問題 一會兒見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 同類療法 和碗腸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 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 網址 3W.NATURAL HEALING.COM.HK 歡迎回來第二節 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 就是Alzheimer 阿爾茲海脈事症 余先生 在休息之前 你已經給了很多提示 我們怎樣去日常生活之中 預防這麼嚴重的問題 還有沒有呢 還有一件事 就是大家冥想 現在很多人做了 瑜伽的冥想 我們直接在電腦掃描 直接研究發現 如果有些人經常性冥想的人 他認知那個退化和腦的萎縮 是少一些的 你知道 阿爾茲海脈事的病人 腦袋真的縮了一些 是 好了 這個研究在賓州大學 Pansylvania醫學院裏面 是做出來的 那當時他們的研究人員 發現 如果你瑜伽冥想 每天12分鐘 兩個月 是改善我們的腦的血液循環 以及改善我們那個 認知的功能 即是老人家那方面 那就是說 如果老人家已經開始有點差了 即是他腦袋已經開始差了 記憶你應該差了 那麼這個研究 就教他們做冥想 做兩個月的冥想 就簡直可以看到 可以用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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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腦袋的血液 還說是改善了 嗯 好了 還有呢 就是做那個 那個 維他命 維他命 維他命不足 那哪個維他命不足呢 是維他命D OK 那發現 如果 現在的 維他命D 可以 可以加強那些 年紀大的人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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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知 那個損害的風險 可以 可以加多少 就是可以 可以增加 即是如果你維他命D 不足呢 是竟然呢 會增加你的風險 是 394個% 的 哇 三倍四倍 三百幾倍 是的 那這個是英國的 是英國的 大學裏面做出來的研究 那大家知道 很多人呢 都是維他命D缺乏的 所以我們的研究人員呢 就建議 維他命的補充方面 每天呢 每天呢 是用八百的國際單位 到二千的國際單位 維他命D3 那還有一個最簡單 又便宜的方法呢 就是曬太陽 曬太陽 是不是 香港呢 很幸運呢 陽光很充足 是的 就算在什麼 因然四季呢 都是很多的太陽 那所以太陽 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那還有呢 是維他命D3的補充劑 嗯 好了 第九呢 就是呢 就是用腦 就是腦不會那麼空白 是不是 是 那如果發現呢 我們如果我們 那個認知的儲蓄 就是如果你一生很多的 很有趣的 就是很多 很多姿多彩的人生經歷 教育 可能婚姻的方面 社交方面 還有一個很有刺激的工作 或者語言的能力 或者我們那個人生 有一個很清晰的目標 身體的體力的活動 還有我們那個用腦的工作 或者用腦的休閒的活動都好 都會令到你那個腦呢 是可以 就是 對付這些這樣的腦的 我們叫做腦的退化 嗯 還有腦的糾纏那些 那些物質的 可以減低這個風險的 那 那 就是說呢 就是一個 多姿多彩的人生 我們一生裏面搞很多事 發生很多事 發生很多事 是令到我們的腦的認知 是充實一些 嗯 有些人呢 是空白 空白 好像什麼都沒有的 什麼都沒有發生過的 這樣皮皮蛋蛋 那些人呢 就麻煩一點 是 那這個一個很重要的方法 那還有呢 最後呢 就是要減低那個感染 嗯 就是那些感染 譬如 我發現呢 如果那些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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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什麼問題呢 多那些 拋塵的 就是 唇瘡 那個 腸胃的 潰爛 有一種叫 Limes disease Limes 是一個 一個現在 在北美洲是比較常見的 一種的疾病 那 就是一種感染 就是可能受到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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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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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发现他会增加这种病毒 是可以在60%的Alzheimer的个案里面 是可以看到的关系的 就是说原来这种的病毒 是感染我们的脑袋 是导致这种Alzheimer的 所以这方面 虽然我们还有很多新的研究 那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做 刚才讲了一些我们可以预防 如果真的想再实际一些 有什么在饮食方面 令我们可以有更好的记忆 当然我们要喝清水 可以喝好的 最好就是喝好的蔬菜汁或者水果 一个星期起码喝三次 其实比较多越好 是可以帮助这方面的问题 哪些果汁呢? 尤其是南莓 我经常说南莓 南莓汁比较容易找到 是是 葡萄汁 苹果汁 都可以有帮助 就是果汁 大量喝多些蔬菜汁 水果汁 第二样就是茶 就算绿茶和红茶都有帮助 所以茶的和某程度上 咖啡也有点相似 是 喝得这些茶多的人 会减低认知功能 是减低37% 但是我喝的茶 最重要是要泡出来的茶 就是不要买的茶是葱的那些 或者是瓶装、瓶装的那些 是是是 那因为那些茶的那些饮品 它的抗氧化已经减得很少了 嗯 好了 其他就是什么茶之外 就是咖啡因那些 就是喝多些咖啡因糕的咖啡 那这个也是一个帮助 咖啡因糕除了咖啡的茶 还有朱古力 朱古力 有些朱古力也会有的 是 那当然如果你怀孕 有血压高 或者经常失眠 很多焦虑 那当然就不要靠这个方法 嗯 好了 接着就是红酒 如果你喝呢 喝少许红酒 原来呢 也都帮助我们的脑袋 那为什么呢 因为呢 红酒里面有很多 很高的抗氧化 是 但是每天呢 就是喝一喝 都是 女士呢 每天喝一杯 焗痕一杯 男士可能喝两杯 那当然了 太多的喝酒呢 那当然也会伤脑的 嗯 所以呢 记住呢 那酒的份量呢 就要避免吃一些甜的汽水 这个是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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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的了 那尤其是有很多些有些饮品呢 是靠什么呢 是靠一些果糖的 是那些那个粟米的糖漿 这个是最差最差最差的 还有如果我们的水质里面有污染 譬如除了整河原水原水 原来有时候铜的铜喉 铜的高的污染的水 也会增加老人迁崖的风险 所以我们有什么可以做到呢 就是在水源里加一个雷水器 希望去减低这些过分的抗物炎 除此之外 记住现在这种的病 Alzheimer痴癌症 Alzheimer 阿尔斯海蜜蜜病 其实不只是年纪大才会有的 发现原来很多小朋友 都会开始出现这个问题 只不过早期可能未必察觉 有什么可以做呢 我们可以做 来解救 拯救你那个小朋友 出现将来的记忆随途和Alzheimer 有什么可以做呢 第一就是像刚才所说的 就是保护脑 小朋友玩什么游戏都好 踩单车也好 玩雪板啊 那个滑雪啊 滑雪啊 打球啊 Hockey啊 所有有冲撞性的运动 都最好就是保护脑袋 带着头盔 小小的冲撞 其实都会带来长远的问题 好的 第二呢 鼓励一些人呢 小朋友呢 多些发展语言的能力 他发现呢 如果那个小孩呢 如果他那个 写作能力是很高的话呢 就是语言能力很高的话呢 他们呢 出现那个Alzheimer的问题呢 是会减低成八倍的 那就是比较一些语言能力差的 那就是语言能力很重要的 语言能力很明显的 他的脑袋是患用的 是吧 所以很小时候呢 教一些小朋友呢 学多个语言 那香港很幸运 香港现在是两文三语 两文三语 有些学校呢 有西班牙都学习 都合同的 那所以语言的能力呢 也是减低我们那个 那个Alzheimer's病的方法来的 好了 还有第三呢 就是教育 就是要坚持的年轻人呢 去读大学去学习 那因为呢 教育呢 是一个很好的 阻止这个病的工具来的 那如果你的教育时间 就是越长呢 你的风险就越低的 那发现呢 他说很多这种病的患者呢 通常呢 是在那些年轻的时候呢 就已经大学呢 已经退学的 就是很多college drop out 那每一年的大学的教育呢 也都会减低你的那个 那个风险呢 是十一个percent的 这个是在那个 建桥大学的研究 嗯 好了 那还有呢 就是那个 多一些刺激 腦袋刺激啦 那身份儿子来说呢 就是keep them busy啦 是 在那个体能方面啦 腦袋方面啦 社交方面呢 都给予多些新的 的事物新的经验啦 那这些呢 也都会令到你的脑呢 是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好 啊 和功能越来越好的 那就是我刚才所说呢 我们的认知的 认知的 认知的储备 是 就是你越是经验多的小朋友呢 什么都懂点 学点 那脑袋会发展的 那所以好 所以可以看到呢 现在的近年来呢 现在的家长呢 对沈恩仔呢 可以这么说呢 是谷得好痕的 嗯 什么鬼都要学的 那当然呢 他来学的原因 人家就想着他将来读书啊 人名校啊 那些东西呢 读书料很漂亮一点的 那大人发现呢 原来这些东西都有这个帮助的 嗯 就是令个沈恩仔的 那个成长经验呢 是充实一点 那我相信是要 就是小朋友呢 或者那个学者呢 他是有兴趣 就是不是一个强迫的 要不就变成了 在一个压力之下 那这个当然一个问题啦 但是主要都是呢 都是给他鼓励他 是 给他多些机会 没错 没错 他喜欢玩什么 那个音乐的器皿 什么都给他玩些啦 当然他不会一个人过 都会成人音乐家 但是他起码接触多些 没错 那这个原来对他老大 是很好的 那所以你看到呢 现在的家长 这些这样的活动呢 啊 虽然可能是无意做出来的 好效果 那但是他老大 是非常之有帮助的 嗯 那还有一样呢 那当然呢 不要吃那么多 垃圾的食物啦 是吧 这个很明显啦 那我们研究发现呢 如果那些 啊 柏里啦 berry 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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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他电膀 former 老大会变得太小 holes 啦 嗯 отda 可说呢 他能带到他们呢 They're able to make a leg Mar viernes 啊 嗯 其實都蠻可怕的 但相對聽說 袁醫生跟我們分析了 那個預防或者處理方法 其實又不是那麼艱難 我們日常都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好的 今天 我曾經所說的就是生活習慣 是的 生活習慣上 其實在我們的診所 是的 在治療方面 醫療方面 袁醫生你又有什麼提供呢 近日我都開始看到 我們很多時候遇到一些病人 年紀大的病人 他們有很多思想、思覺的問題 情緒的問題 其實發現那個問題是處於腦袋不好的 譬如我最近有一個病人 他曾經腦袋受過撞過 他遇到之後覺得情緒掉了 但做了一件事 他就會有一種感覺 患覺是覺得家裡經常有人偷棄東西的 有一些兒子偷棄東西的 其實不是的 原因是問題是腦袋退化了 我現在開始就用很多補腦的方法 這是一個跡象 不是等到他真的成為這個Alzheimer 是的 是的 全部出現了再搞 是難搞很多的 所以在我們的處理老人家 我們很著重幫他補腦 就是不要有你沒有你了 不要等他真的出現了問題 你才去做 我們就用很多的營養補充劑 譬如我們有一種營養補充劑 叫Brain Power 很多人都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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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種叫Smart 其實這兩個呢 一個是Foster Tidal Serine 這個是卵脂酸思胺酸來的 Serine 比我們的卵脂酸膽鹼 膽鹼更厲害 我們都十幾二年前 發現了這個營養工具 開始用在很多病人方面 其實很多時候 不單是老人家 一年多輕的人 我們發現也有幫助 就是他的腦袋的 那個認知能力強 他那個集中力的問題 其實很多時候 他的腦袋都會發 是的 這個活腦靈的Brain Power 對於年輕一點 其實他是很發揮到 令到他們很集中 譬如可能你學生上課 你focus到集中到精神 短短一個節奏 一堂裏面可能講了四十分鐘 你集中都聽到老師的教導 其實你的思維已經在 你就變成少了壓力 你的成績高了的時候 令到整體一個循環 都是有幫助 我們經常遇到這些情況 香港人就會幫他補習 補習班很頭痛 他是集中力不到 補習補習裏面再捱多 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其實都不是那麼大效果 沒錯 所以我們遇到這個情況 我們就幫他用營養補腦 最近剛才的資料分享到 他說原來 愛爾斯海蜜事病 不是老人家的 是很年輕 已經有些跡象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一般 常常覺得 審問仔的集中力差 記憶力差 其實應該可以知道 可能是這種病的先兆 所以我們就用 在診所 病人的需要的時候 我就會用很多的營養補充劑 換腦靈 還有Smart Smart 是一個很好的抗氧化 Alpha-lipo-acid 這個就是Alpha-lipo-acid 這個就是Alpha-lipo-acid 這個可以幫助 在腦的水溶性和滋溶性 它可以穿過我們腦的障礙物 直至入腦裡出現抗氧化的保護作用 所以這兩個是我們遇到的情況 大量去用 還有一些工具 譬如我們有一個叫微循環的工具 因為始終血液循環是一個健康很重要的要素 沒錯 年紀大的時候 血液循環藥 包括微絲血管的循環 下佔我們的血液循環 70% 就不只是動物靜脈的血液循環 我就用一個叫微循環系統的Beamer 給別人用 我會全身做 腦袋也去做 除此之外 我亦都有一個用一個頻率治療 大家相信在我們第299集 都聽到我們介紹 Dr.Royal Rife的頻率治療 祖然是用在醫癌症 這也是我們一個癌症的病人 是用得很重要的工具 最後最近我們就知道 我們有一種叫捷地氣 我們的地球 地球的新聞 地球發生什麼問題都好 什麼災難性出現了之後 就算你可能黑死病 那個Eboline 或者流感 死了五千多萬人 那一完半之後 它自然會消失了 自然會乾淨回來 地球的康復能力強到 是難以想像的 但其實我們是經驗到 原來原因是什麼呢 是我們地球裡面 是有豐富的自由電子 是幫我們消炎的 我想說說 其實什麼病都有個炎症 就是一般的生理飲食 消化 都有我們叫做游離機出現的 是 游離機可以破壞我們的身體 所以它會產生炎症 這個捷地氣 其實我們有一種特別的床單 幫我們睡覺的時候 等於我們睡在一種草地 一個大墊的草地 是接收大氣的 有一個人叫做靈氣 其實我已經知道是一種自由的電子 是幫我們消炎的 這些也是我們會建議在 處理這些問題的時候 我們診所會用這些工具 當然它的免疫能力 是過去研究發現 對於這些阿爾斯海密士病 是很有幫助的 這個是我們診所遇到這些病 我們用這些工具去幫助他們 好 真的很資料豐富 因為剛才也提過 其中一個出現的問題 引致這個Alzheimer 都是講一些炎症的 如果是可以是有一個有效的方法 可以增加我們腦部的營養之餘 亦都可以幫我們身體去消除這些炎症 那就大大可以減低患有這種病的風險 好 今天謝謝袁醫生和我們的分享 我們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做個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亦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回診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約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回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回YouTube搜尋 自然療法與你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 好的 謝謝袁醫生 拜拜 謝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